第3集 蛋糕的制作方法 蛋糕是用鸡蛋 糖 面粉混合调制而成的类似海绵状 口感细腻 松软的一种蓬松食品 鸡蛋的启发能力决定了蛋糕的品质 它直接影响蛋糊的启发 1.海绵蛋糕的制作方法 海绵蛋糕是用全蛋液与面粉 糖 直接混合搅打而成 它的结构类似于多孔海绵 具有致密的气泡结构 质地松软而富有弹性 制作海绵蛋糕考核的要点是 1.要用料正确 细腻光滑 2.要表面光整 色泽均匀 3.要绵软甜香 薄厚一致 海绵蛋糕 海绵蛋糕是西式蛋糕中最具代表性之一 必须学习和掌握它的制作方法 所用原料有 全蛋1000克 砂糖450克 蛋糕油40克 碟筋粉450克 清水150克 精盐4克 奶香吉士粉50克 泡打粉5克 液态油200克 将蛋液倒入搅拌机中 加入砂糖 用中速搅匀 关闭搅拌机 加入低筋粉 泡打粉 奶香吉士粉 奶香吉士粉 精盐 淡高油 用快速搅拌 打至发泡 中速搅拌机中 加入清水 继续搅拌 加入液态油 搅拌均匀 使表面光滑 无颗粒 将蛋糕浆倒入烤盘中 用刮板刮平 氧入烤箱 放入烤箱 进行烘烤 烘烤 Бог 烘烤温度 设置为上火 190 摄氏度 下火 160 摄氏度 烘烤25分钟左右 打开烤箱 取出蛋糕 将蛋糕倒放在油纸上面 接去高温纸 去边 切成大小均匀的长方形 放入竹筐中 这样海绵蛋糕就制作好了 课点 口感柔软 细腻香甜 制作海绵蛋糕需要注意的是 原料要搅拌均匀 蛋液要打发到起泡 烤箱的温度要设置准确 烘烤时间要恰到好处 时间不能过长 也不能太短 这样烤出来的海绵蛋糕 才能口感柔软 夹心蛋糕 夹心蛋糕 是在制作好的蛋糕小饼中间 再夹一层不同味道的果容 不仅有蛋糕的松软口感 还能有水果的味道 所以用原料有 鸡蛋 鸡蛋 十一个 糖粉 三百五十克 高筋粉 一百克 低筋粉 四百克 蛋糕油 一百克 果容 五十克 将蛋液倒入搅拌机中 加入糖粉 用中速搅拌均匀 关闭搅拌机 加入低筋粉 再加入高筋粉 蛋糕油 并慢速搅匀 再便快速搅拌 打到发泡 加入安德鲁果容 继续搅拌均匀 将蛋糕浆 装入裱花袋中 均匀地挤在烤盘内 将蛋糕放入烤箱 进行烘烤 烘烤温度 设置为上火一百九十摄氏度 下火一百六十摄氏度 烘烤九分钟左右 取出烤好的蛋糕 将一块蛋糕表面 挤上果容 两块蛋糕粘在一起 放入煮筐中 将其余的蛋糕同样做好 这样 夹心蛋糕就制作好了 特点 口感松软 果味清淡 制作夹心蛋糕 需要注意的是 原料要搅拌均匀 蛋液要打发到起泡 挤出蛋糕的大小 要均匀 两块蛋糕中夹的果容 不能太多 避免流淌出来 二 戚风蛋糕的制作方法 制作这类蛋糕时 一般采用分蛋法 将蛋黄与蛋清分开调制 这样可使油脂增多 蛋糕的质地非常松软 柔韧性好 水分含量高 口感滋润嫩爽 制作戚风蛋糕烤荷药 一要用料正确 细腻光滑 二要表面光整 色泽均匀 三要绵软甜香 薄厚一致 戚风蛋糕 所用原料有 鸡蛋500克 蛋白部分 砂糖150克 塔塔粉5克 精盐三克 蛋黄部分 滴筋粉150克 淀粉25克 黏糖50克 色拉油100克 水100克 泡打粉2克 奶香粉5克 首先将蛋清与蛋黄分开 分别放在容器中 将水倒入盆中 放入棉糖 用蛋抽搅拌 使棉糖融化 加入色拉油 继续搅拌 将低筋粉 淀粉 泡打粉 奶香粉 筛入盆中 搅拌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分次加入蛋黄 继续搅拌 这样能使鸡蛋 搅拌的更加均匀 将蛋清倒入搅拌机中 加入鲸银 塔塔粉 搅拌均匀 加入三分之一的砂糖 搅拌均匀 再加入三分之一的砂糖 继续搅拌均匀 最后倒入剩余的砂糖 搅拌至中情发泡 将打发蛋清的三分之一放入蛋黄中 搅拌均匀 将面糊倒入剩余的蛋清类 搅拌均匀 将蛋糕浆装入模具中 用刮板刮平 打开烤箱 放入模具 烘烤温度 设置为上火165摄氏度 下火150摄氏度 烘烤35分钟即可 取出烤好的蛋糕 倒放在量价上 进行冷却 将冷却的蛋糕脱模 再将蛋糕切成四块 放入竹筐中 这样戚风蛋糕就制作好了 特点 质地松软 柔韧性好 制作戚风蛋糕需要注意的是 必须先将蛋白和蛋黄分成两部分 这样可以使油脂增多 低筋粉 要用筛子筛入盆中 这样制作出来的戚风蛋糕 质地更加松软 蛋糕脱模前 要先进行冷却一下 以便更好地进行脱模 三 天使蛋糕的制作方法 制作天使蛋糕时 是将面粉 糖的混合物 搅入蛋白里 它和戚风蛋糕制作方法 有所不同 制作天使蛋糕 烤盒的要点是 一要用料正确 细密光滑 二要表面光整 色泽均匀 三要棉软甜香 薄厚一致 天使蛋糕 所应原料有 A组 蛋清五百克 筋盐三克 糖粉一百五十克 塔塔粉七克 B组 蛋糕粉一百五十克 淀粉五十克 盐糖五十克 C组 蛋清八十克 B组 奶水一百克 E组 色拉油一百克 将奶水倒入盆中 加入棉糖 用蛋抽搅拌 使棉糖完全融化 加入色拉油 继续搅拌 加入三分之二的蛋清 搅拌均匀 将蛋糕粉 淀粉 筛入盆中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加入剩余的蛋清 搅拌均匀 备用 将蛋清倒入搅拌机中 加入糖粉 精盐 塔塔粉 继续搅拌 搅拌至干性发泡 将备用的面糊 倒入搅拌机内 继续搅拌均匀 继续搅拌均匀 将面糊倒入模具中 在烤盘内 加入适量的清水 打开烤箱 放入烤盘 烤烤温度 设置为上火180摄氏度 下火175摄氏度 烤烤22分钟即可 取出烤好的蛋糕 放入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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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冷却 将冷却后的蛋糕 进行脱模 放入竹框中 这样天使蛋糕就制作好了 特点 蓬松细腻 色泽均匀 制作天使蛋糕需要注意的是 蛋糕粉和淀粉要用筛子筛入盆中 这样制作出来的蛋糕才能更加细腻 蛋糕脱模前要先进行冷却一下 以便更好的进行脱模 四 准油蛋糕的制作方法 凡是用油脂做主料 并服以各种果料制作的蛋糕 就是中油蛋糕 特点是内部组织紧密 口感细腻 制作中油蛋糕烤盒的要点是 一要软硬适度 光滑无颗粒 二要形态均匀 造型美观 三要色泽一致 酥香松软 中油蛋糕 所用原料有 A组 全蛋 500克 高筋粉 B百克 鸡蛋黄 六十五克 杏仁片 二百五十克 B组 糖粉 四百五十克 滴筋粉 三百五十克 牛油 四百五十克 泡打粉 五克 将澳洲风味牛油 放入搅拌机内 将牛油搅开 打入几个鸡蛋 搅拌均匀 加入糖粉 继续搅拌 加入蛋黄 搅拌均匀 将剩余的鸡蛋 分次加入 搅拌均匀 分次加入鸡蛋 可以使鸡蛋和面糊 搅拌得更均匀 加入泡打粉 继续搅拌 加入高筋粉 搅拌均匀 最后加入低筋粉 搅拌均匀 在蛋糕模内 均匀地撒上杏仁片 将蛋糕浆 装入裱花袋中 成螺旋状 挤在模具底部 上面 摆上樱桃 再将剩余的蛋糕浆 装入裱花袋中 装入裱花袋内 挤在樱桃上面 将蛋糕放入烤箱内 烘烤温度 设置为上火165摄氏度 下火145摄氏度 烘烤 烘烤33分钟左右即可 烘烤33分钟左右即可 将烤好的蛋糕取出 进行脱模 将蛋糕用锯齿刀切成三角形 表面筛上糖粉 放入煮瓶内 这样 重油蛋糕就制作好了 特点 香甜柔软 气孔均匀 制作重油蛋糕需要注意的是 加入鸡蛋时 要分次加入 这样鸡蛋能够搅拌得更加均匀 蛋糕模内的杏仁片 要撒均匀 蛋糕是西点中最常见的品种之一 既可作为早、中、晚餐主食 又可作为各种酒会、宴会、派对、庆典 及下午茶的点心